收到一位铁粉朋友的留言 想让我帮他实现三文鱼自由 今天就把他邀请到家里面来 不仅让他实现三文鱼自由 还买了两只大龙虾 我提这条三文鱼回家的时候 邻居就问我 你会开这条鱼吗 今天我就来试一试 自己在家切三文鱼 这条16斤重的三文鱼 是来自挪威的 纹理和颜色都非常的漂亮 三文鱼的肉是不需要洗的 所以我们在切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台面非常的干净 切三文鱼要一道切断 不能来回磨成 否则的话三文鱼会被切松散 影响口感 这一份给邻居送过去 这么漂亮的三文鱼 我们一定要给他摆漂亮一点 鱼栏部分也是很好吃的 油脂很丰富 装饰一下 做好了 漂亮吗 这位粉丝朋友已经关注我很久了 仅仅有三文鱼 我觉得还不够有诚意 所以我还买了两只大龙虾 做到一半的时候 我又接到了电话 我另外一个朋友也要过来盛饭 我朋友来了 欢迎 非常的开心 还拿出了两条我一直舍不得吃的苍鱼 这个苍鱼比脸还大 每一只都有五斤重 我用来清蒸两种口味 我的粉丝朋友说他受宠若惊 说我做的这一餐 吃掉了他一个月的生活费 但是友情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 先吃掉这个煲仔饭 是不是很简单 都做起来吧 拜拜 拜拜